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昨天发表强硬发言声称 中国政府在领土问题上的做法完全错误 并再次强调钓鱼岛问题没有交涉的余地 日本媒体飞行认为安倍之所以这么有底气 是因为他相信日美日韩关系经济有了改善 安倍今天又决定将中日矛盾闹到北约组织 写信呼吁北约和日本联手对付中国 据日本媒体报答 安倍晋三周六已经给北约秘书长拉斯莫森写了一封亲笔记 安倍在信中宣称 近年来东亚地区安全环境因为中国在海洋活动日益频繁和朝鲜的举动而变得十分严峻 日本将努力确保东亚地区的安全和繁荣 安倍称日本和北约组织有着共同的价值观 而对于战略环境的变化也有共识 他呼吁北约和日本携手强化安全保障 安倍还将派特使日本自民党众议院外务委员会委员长何景克行 访问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 将亲笔信交给北约秘书长拉斯莫森 安倍政权诞生以后 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拉拢中国周边的国家与日本一起来对付中国 现在在准备与北约进行合作 所以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对中国在经济安保领域对中国施加压力 迫使中国向日本做出一个让步 也就是说日本现在最渴望的就是中国停止在钓鱼岛问题上面所谓的向日本的挑衅 使日本能够对钓鱼岛拥有充分的这个领土主权 拉拢北约只是安倍特使外交的一部分 上周安倍已经派遣特使俄赫福智郎访问韩国 会进了韩国当选总统朴槿惠 并转交了安倍的一封亲笔信 日本共同社称 安倍政府找到了修复印度岛问题而陷入对立的日韩关系的突破口 而作为最优先课题的日美关系方面 虽然安倍一月访美没有成型 但是外相岸田文雄将从下周五起访美 就强化日美同盟进行确认 日本媒体称安倍认为 如果日美韩切实开展合作 就可以对华采取强硬态度 不过有分析认为 日本方面的这种判断 有一点异乡情愿的意味 一直以来 日本的国家利益不能与美国的全球利益有任何冲突 否则就要另换手下 日本前首相揪山游气夫就是活生生的力者 安倍晋三在亲美反华问题上符合奥巴马的口味 但是一旦安倍走得过远 损害到美国自身的利益 奥巴马必然会予以警告 甚至是常见 美国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日本 完全听话的日本 更重要的是 维持中日关系 东北亚局势的低烈度紧张 才符合美国的利益 而安倍目前所做的 只会导致该地区局势的失控 美国婉拒安倍访美 被外界普遍解读 是对日本的一个警告 美国媒体分析认为 美国之所以同意让日本外乡岸田文雄访美 主要是敦促安倍政府 近期内尽快完成加入跨太平洋贸易协定 驻日美军基地搬迁等问题 而不是协商如何进一步对抗中国 如果安田文雄不能给美国一个满意的答复 耗尽耐心的奥巴马 将不会让安倍的第二次首相任期 比第一次长多少 安倍政权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面 都没有做出任何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